这里是3700年后,人类的科技与文明净毁,就连人类本身都变成了石化状态,但有这么一个少年,即便已经石化了,大脑也依旧没有停止思考,以至坚持数秒,就这样数了3700年,终于控制自己在万物复苏的春天扑克而出,之后巨龙一众伙伴建立了科学王国,与想要建立年轻人帝国的四展开对决。 上一季的结尾中,主角青空和伙伴们已经成功制作出了通讯器,不过为了赶在开军之前和四帝国进行举斗,他们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首先便是便于携带储存的最强科学生存食物太空食品,青空玄中的是大家都喜欢的狗尾巴草拉面,要把它做成轻便的冻干状态,也就是杯面,这样在四帝国只能吃放几天就坏掉的食物的时候,他们拿到热水一泡就能吃上相对闷的拉面,闻到这个味道谁还想打撞,而做杯面的第一步就是将拉面变成真空状态, 手工艺单单的卡瑟基老爷子很熟悉这个,做电话时的真空管全是他弄出来的,现在刚好是冬天,需要把刚做好的拉面冻得硬邦邦,只需要一个晚上,这样第一步冻就完成了,食物里面的水分全都冻成了冰,接下来还需要干,只需要放进真空环境中,因为周围没有空气,冰会喷的一下变成水蒸汽全部消失,这样食物就会干瘪下去,变得又小又轻。 在众人处理拉面的时候,科罗姆也已经在清空的指导下,和卡瑟基一起做出了冻干机器,将拉面放上去操作,就能彻底实现冻干状态。 看着千空手里的杯面,这些没见过的原始人全都一脸掀起,直到千空把热水倒进去泡开,拉面的香味瞬间弥漫开来,可惜狂人科罗姆毛髓自建第一个尝试,一入口顿时敬畏天人,好吃,甚至比刚出锅的还要好吃。 于是其他人纷纷拿过冻干拉面尝了起来,千空自己也不例外,即使做这个还是多年前的老爸给他的灵感,老爸在去太空战之前曾感慨过,如果在太空上也能吃拉面就好了,千空就真的给他搞出了太空拉面,有了通信即可干粮,几乎就可以住手准备作战了,琉璃却露出了落寞的表情,开战的话一定会死人的,他不希望任何一个人受到伤害。 千空安慰他,可惜王国的胜利条件是占领到采取复活原意的奇迹洞窟,只要能用移动电话跟斯蒂古的同伴取得联系,无险开战也不是不可能。 至于同伴,说的自然是下险一九的大树和杠,尹郎都很好奇那两个是什么人,既然是千空的同伴肯定也很聪明吧,可惜见到大树之后他们的气带肯定要落空,人家就是干体力活和手工活的工具人而已,这时屋子里又传了莉莉安的歌声,村里的小孩已经迷上了这动人的音乐,虽然音质在千空和阿焕这两个现代人听来非常粗糙,对原始人来说也是非常稀奇的东西了,同时阿焕灵机一动,想到了能真正无血开战的办法。 当天晚上,就悄悄上联网塔找到了千空,展示了自己能模仿女生的技能,而阿焕的办法,就是由她来模仿莉莉安的声音,通过一动电话告诉村里边的人,世界并没有毁灭,他们很快就会派人过去救援大家,阿焕的模仿本来就很像了,通过音质垃圾的一动电话就更无法让人辨别真假,此时才把唱片里莉安的歌声放出来,展示那高车的唱歌技巧,电话那边的人肯定百分百相信莉莉安就在这边,用虚假的莉莉安夺取那些人对斯的信仰,他们跟随斯本来就是因为这位地表 强高中生能带他们活下去,现在知道了世界并没有毁灭,自然就没必要跟着私了,千空听完阿焕的这个计划直接同意,下面偷听的科罗姆终于忍不住探头,你们在说啥,为啥我一句都听不懂啊,三人听完阿焕的解释后,三人毫无疑问成为了共犯,因为世界并没有毁灭是假话,他们只是在欺骗那些人,所以这种事情不能让村里人知道,坏人由他们三个来当就够了,几天后一切准备就绪,科学帝国派出了三个人去斯帝国的地盘安装通信器,力大无比的马古马,能� 随时负责维护设备的科罗姆,以及维持到路线向导的阿焕,不过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冰月之前留下的那个名叫小鹰的女孩一直在监视他们,就这么贸然行动肯定会被她发现,千空闭军钉整打着火人的科学道具,把对方往相反的方向引,阿焕他们就趁这个时机出发,第一个就是阴暴气球,水在通勁的情况下会释放出氧气和氢气,将这种混合气体冲入路旁光制成的气球里,爆炸后虽然威力不大,声音却响得离谱,果然剧烈的响声直接把小鹰给 引了过去,阿焕他们则趁机往另一个方向进发,西瓜和琥珀就在小鹰的必经之路上等待的,终于西瓜看到对方的镜头里一闪而过,琥珀立刻冲过去抓捕,果然看到了针对着爆炸沉思的小鹰,毫不犹豫从背后抄出刀滑向她的后颈,但用的就是刀背,不过就算是用刀刃也无法真正的刺中对方,在她气息出现的同时,小鹰就已经察觉到了,当其身体极为柔然的做了个空翻躲开,裸地的刹那就一而起,抓住树枝挡了出去,这流畅完美的体� 看到琥珀这个原始人一脸震惊,当然,从小的树林中创作的琥珀即便动作没那么优美,速度也是完全跟得上了,两人都在诧异对方为什么这么快,在你追窝感之中,千空也领着其他人在前方拦截了,一看到小鹰的身影就戴上眼镜甩出去一枚闪光弹,这就是第二个能唬人的科学道具了,方便大家穿越的时候能用上,介绍一下制作方法,首先,主干海水吸出盐卤,将它融化在滚烫的水中通电就能得到美,在放弃灯泡里就大功告成了,果然,猝不禁风的白光瞬间 闪下了小鹰和琥珀的眼睛,在场唯一没有暂时失明的就是千空,在小鹰落下的瞬间就扑上去把他压在身下,还趁机到处摸了一把占人家便宜,结果下一秒,小鹰就轻松挣脱,谁让这个科学天才是个战武渣体力费呢,睁开之后,小鹰已经为敏捷的动作闪开众人回忆到树上,而唯一能和他不想上去的琥珀因为视力太好到现在都没有恢复,在场的几乎就是科学王国的所有人了,殊不知小鹰早就记住了没个人的名字,点来点去发现少了三个 其中就有知道他们斯帝国位置的阿欢,当即查出的无妙,猜测他们是想把某个东西送到他们大本营,于是不管那些人立刻往斯帝国的方向追去,好在千空早就留了一手,轮到第三个虎人道具登场了,紫外线灯,刚刚他在小鹰身上乱摸,是的他手脚都涂上了白雾矿石的粉末,用紫外线灯一照很久就显现出来了,于是琥珀背着灯泡准备追上去,可小鹰的身体太灵活了,想要在不弄伤作的情况下抓住几乎不可能,不过如果是一刀砍下他的脑袋 就容易多了,所以在出发之前,琥珀问了千空一个问题,我能杀掉他吗?千空却反问琥珀有没有杀过人,高情上的琥珀立刻回答没有,但我可以学,千空表示大概率根本不需要,不然让他背那个大箱子做什么,没错,其实千空这边也随身携带了移动电话,有了这个就能跟阿欢他们联系了,为了不暴露移动电话的存在,阿欢并没有直接通话,而是悄悄用呼叫音形成的摩扫电码和千空交谈,双方准备给小鹰来个猝不激发的两面包夹知识,此时小鹰已经追上了阿欢他们, 为自己一定没被对方发现,殊不知,千空早就根据速度和距离计算出了他和阿欢三人的重合时间,并把这个情报告诉了阿欢,阿欢装作说不到电波的样子,让科罗姆把天线挂到树上试试,小鹰一听到电波这个词,还能猜不出来他们把电话给做出来了吗,立体踏到最高的那棵树顶,顶尖一看,那天线分明是树枝座的假话,就在这时,马姑马和科罗姆合力将那棵树砍断,小鹰没有接力的地方无法树身缓冲,就这么从最高的地方无力的掉了下去,关键时 那时刻火迫冲上来抱住了他,小鹰捡回一条命却被科学帝国人给抓了回去,再也没办法回去报信了,这样一来,阿欢他们就能心无旁骛地赶路了,终于来到了斯帝国的大本营,这里还堆积了不少斯选出来带复活的石像,他们头上都飘了数次,最小的是33,这就意味着在那之后,斯至少复活了32个人,这速度有点快了,于是马姑马干脆提议,现在就把这些石像毁了算了,正准备动手的时候却被阿欢阻止,虽然他自认为是个恶人,但毕竟还是个人,人在这种时刻 是会软弱的,对于同胞自然没有办法下杀手,还是科罗姆清醒,告诉阿欢他们才不软弱呢,只是因为他们的目标要比这个更高,当务之急是要争分夺秒赶紧把电话装上去,尽可能的把斯帝国的人拉到他们这边,阿欢带着科罗姆和马姑马去了大树给清空做的墓,斯帝国的人对这里不感兴趣,只有大树回来这里扫墓,然后就在清空说悄悄话,几个人把电话埋到了墓碑下面,然而他们的动静被斯帝国一个听力极好的小哥西渊斯语经给听到了,好在语经并没有发现电话的 存在,而是直接追杀阿欢他们去了,大树和杠每天都会来清空的墓前扫墓,因为知道他们是清空的人,斯特地安排了监视者妮娜偷偷跟踪他们,不过这件事两人也早有察觉,所以今天看到目前有被挖过的痕迹后,大树立刻被对监视者一把掏出了埋在里面的东西,居然是一个话筒,紧接着清空的声音就从里面传了出来,听到着久违的问候声,大树瞬间热烈盈眶,一时刻日不住大吼了一声清空,里头的清空也差点绷不住了,总分别开始已经过了一年,他们兄弟俩终 终于说不上话了,结果下一秒,大树就被他们给整不会了,一时在喊着,我是清空,我是清空,其实他是担心被监视者察觉到自己在和清空说话才这么喊的,但现在可不是叙述的时间,清空长话短说,让大树选个人带到这里来,连详细计划和理由都没告诉大树,然而大树只问了一个问题,你这个是流血最少的计划吧,清空给了他肯定的回答,大树毫不犹豫相信了他,哪怕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哪怕已经一年没跟清空交流过,两个人之间的信任也没有丝毫受到影响,清空又问他, 大树,阿换他们有没有留下什么消息,没想到竟然什么都没有,这不符合那个欺诈大师的作风啊,一定是埋信的时候遇到了敌人,清空的心也立即提了起来,此时大换三人正躲在草丛里,雨精就在他们不远处的高处盯守着,想要在不被发现的情急下逃回去几乎不可能,除非马古马和科罗姆作诱而把他迎走,让阿换一个人回去,这样的话,面对听力和剑术都几位出色的雨精,他们很可能会被丧命,突然科罗姆想起了没能交给大树他们的备用电池,电池又正负两击, 把正极负极相连的话,就会因为短路而升级发烫,在跟草木碰擦之后就会激活,引起的声音和烟雾,一方面可以遮蔽敌人的视线,让阿换有机会逃跑,另一方面也能引起敌人的注意,科罗姆和马古马就趁这个时候跑出去吸引了雨精,阿换虽然知道他们这样做很危险,但为了不辜负他们也只能转身逃跑,身后雨精也朝那人射出了一箭,大树和杠选定的第一个人毫无疑问就是监视者,毕竟瞒着他把其他人叫过来是不可能的,两个人把藏在石头后 后面的妮娜叫了出来,妮娜知道这两个人肯定没按什么好心子,说不定还想拉拢他,于是直接不给他们开口的机会,大树一开口就朝他脸上砸一圈,即便如此,大树也还是坚持不懈地开口,说他朋友有话想让他听一下,一听到这句话妮娜愣住了,大树的朋友就是清空,这大家都知道,听清空说几句,难道是他们做出了电话?果然看到了刚把话筒发了出来,而在这轻军依发之际,阿换也回到了清空那里,立刻调整好莉莉安的声音跟对方打了个招呼,妮娜瞬间就没定住了一 她当然不可能认不出这个声音,因为她可是莉莉安的死忠粉啊,少年时代的妮娜曾为莉莉安的歌声救赎过,是为死忠粉自然了解偶像的一切,妮娜开始试探对方是否这真的是莉莉安 第一个问题就是迄今为止的CD销量是多少,好在清空强大的计算能力和阿换强大的忽悠能力之下,虽然没有得出具体的数字,但也含糊了过去,结果第二个问题就是三维是多少 清空回想起了老爸之前发来的合照,根据记忆里的画面进行三维测算,最终得出了三个准确的数字,然而妮娜说简介上要更苗条一些 阿换赶紧解释,刚刚说的就是实际数据,就是这句话让妮娜确定了她根本就不是莉莉安,明星是不会把真实情况告诉粉丝的,莉莉安也绝不会戳破粉丝的幻想 清空和阿换人都傻了,怎么第一个就是死中粉呢,没办法只能读一把科学了,两个人直接把唱片放了出来 这个货真价实的歌声对于粉丝来说才是最有说服力的,妮娜再一次听得泪流满面 她知道偶像早已经去世了,但她还是抱着一线希望问清空,能不能凭借科学让莉莉安的其他科学也复活过来 可惜清空唯独无法对科学说谎,坦诚地告诉妮娜办不到,那些老旧的录音带和CD经过岁域的摧残早就化为尘土了 不过她可以向妮娜保证,一定会用科学的力量守护着最后的歌声 妮娜大手一挥把外套甩了出去,当场叛变到了清空的科学王国阵营 清空告诉了那边的几个人他们的计划,就是像这样不断把斯帝国的人骗过来听歌 而且加入莉莉安这个死中粉后,他们肯定能模仿得更像 不过就算计划能顺利地实施下去,也不能确保万无一失 在这个又年轻人组成的帝国中,除了斯本人这个领长力最强高中生 他的两个左膀右臂也不可小觑 一个就是清空他们已经打过交道的冰月,身手极为不凡 一根管枪,连琥珀都招架不住 另一个就是听力出色的雨精,但此时正在追杀科罗姆和马古马 但奇怪的是,他射出去的那些剑根本就没有击中要害 苗边苗得这么准,很难不让人怀疑是故意的 科罗姆也发现了这件事,猜测对方并不想杀他们 只想活猪套出情报,科罗姆便主动挂白气投降 顺便给马古马争取了逃跑的机会 这样一来就只有他一个人被抓住了 雨精看起来还挺和善,发现科罗姆没有逃跑的一次后 居然主动给他松了绑 可是和他相比,接下来那些要见的人可就太凶神恶煞了 即便之前只是从清空阿幻口中听说过狮子王丝这个人 科罗姆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究竟谁才是狮 无他,气场太强大了 科罗姆非常自豪地做了个自我介绍 没错,我就是清空的同党,十字村村的科学史 另一边,马古马也回到村子了 告诉大家,科罗姆被抓了 我把当即就要单枪匹马闯电营 被清空一具母狮子给喊回来了 反正准备工作也做得差不多了 敌方的阿尔木小燕也在这里乐不私属 干脆占这个机会一举攻下科罗姆 全体进军在斯帝国边上扎营 然后制定营救科罗姆的计划 当然这些科技道具也都得带过去 为此他们还得做一个东西,汽车 那边卡瑟基已经开始行动起来做轮子了 清空他们第一步则是把之前采集到的风潮煮过之后凝固 这样就得到了风辣 也就是用来制作发电机的材料 风辣很方便打磨塑形 可以轻松制成各种精密零件 再用石膏进行定型 灌入融化的黄铜 这样各种零件就制作完成了 屋子里马过马一百清空之前做的暖炉给拆了下来 反正马上春天这东西也没什么用了 要把暖炉整个装在汽车上 只要用它将水煮沸就会释放出热风 在出风口前装上卡吉色刚刚加工好的零件 热风就会把它推向下方 相当于是个反向泵 再将反向泵装在圆盘上 反复进行推动旋转和护卫 这样一来 摆动发电机就制作完成了 卡瑟吉一听完天空的说明 瞬间燃了起来 估计早就忘了 制作弃车的目的是把科罗姆救出来而已 千空让他们放心 自己根本没忘 反正科罗姆在这房间里就是个杂鱼村民 这会儿应该已经作为人质被小心看管起来了 只要他自己不乱说话 问题就不大 只是胡迫提醒他们 那可是科罗姆 除了科学 科罗姆最擅长的不就是多鱼的话吗 千空他们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立刻加快动作 必须尽快把科罗姆从斯那里弄回来 只能说 众人的担心不是凭空来的 此时科罗姆已经说漏嘴了 想让斯见识一下科学有多么奇妙 首先就是艳色反应 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 斯直接让冰月把科罗姆掉在了悬崖边上 冰月他说出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同时斯冲到红脸 对科罗姆小之以心动之一脸 想把他拉拢过来 只要能把千空的手机带过来 斯不介意进行验色反应这类的娱乐科学 也可以保障所有村民的安全 本来科罗姆还有点畏惧死亡的 一听他这么贬低科学就不乐意了 让斯赶紧把他丢下 他说什么都不会说的 这就是斯他们这些人无法理解的科学信仰 于是冰月真的把他丢了下去 即便如此 科罗姆连尖叫都没有发出 当然斯也不是真的要杀了他 还是让雨精出手把他挂在了树枝上 自己也随手拎起一根树干扔了过去 刚好横在科罗姆身下 科罗姆不说话就只能靠推测了 冰月问雨精是哪里发现他的 万万没想到雨精居然对斯撒谎了 说科罗姆是独自前来侦查奇迹动物的 想必目标应该是消算 完全没听另外两个人和清空的目的 科罗姆没想到还能这么峰回路转 这个叫雨精的人为什么要撒谎 难道他想在斯帝国掀起革命吗 之后斯把科罗姆关进大牢 奇怪的是这里地势极为开阔 科罗姆巴着牢门就能直接看到外门的情况 与此同时 清空他们的蒸汽汽车也成功了 连力气最得的马迹马都能被当场创飞 但这还远远不够 光是阿焕试驾一次就差着被晃吐 至于为什么让他试驾 没办法 实际上他是这里唯一有驾照的人嘛 遵守交通法规仍然有责马 经过大街的不屑编织 又个轮子装上了逐边轮胎 这样就能平稳行驶了 接着再装上车铁 真正的简易版汽车才算完成 卡瑟吉却露出了寂寞的神情 只想赶紧开的这个就叫科罗姆 毕竟在这么一个让人无比兴奋的场合 科罗姆却不在 真的是太可怜了 好家伙这俩人根本就只是想炫耀而已 终于一切准备就绪 出发的日子到了 清空宣布 打星星号上只能载科学道具和行动不便的老爷爷老奶奶 没想到老爷爷老奶奶早就冻析了清空的想法 知道他们大费周章弄骑车是为了他们 不然科学道具多搬几趟也是能搬动的 他们很感谢清空就主动申请留下来 因为行动不便的他们如果真的打起来势必会成为拖累 但大家都不同意 万一私的人从后方偷家怎么办 村里只剩这些老人根本没有抵抗力 而他们却说 相信在那之前 清空就会带领大家取得胜利 这番话鼓舞了众人 确实上前线也不安全 就不如苏战速决保证所有人的安全 于是大家向老爷爷老奶奶保证 一定会带着科学王国的胜利旗帜凯宣而归 众人来到了斯帝国的地盘附近 在悬崖背面安营扎寨 由西瓜偷偷潜入敌营侦侦查科罗姆的位置 很快和科罗姆对上眼了 看到对方那么精神就暂时放心了 则是科罗姆不关押的地点 清空决定直接正面出击 用大星系号撞开出门 为此需要加固一下这辆车了 他让大家去多采一些草 用氢氧化那煮化 把煮过之后的胡状物清洗压平晒干 这样纸张就做出来了 他用这些纸刷伤了一种东西 做出了一面纸盾 为了测试威力 还用金狼不要放水的捅过来 结果就是锋利的刀刃居然无法贯穿纸盾 甚至还被震碎了 当然江空本人因为是个体力肺 这会儿也被诊得浑身麻痹 还是阿浣先反应过来 刚刚清空躲在纸上的肯定不是普通的纸浆 清空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告诉他们那是还没有固化的塑胶 僵质的柔软和塑胶的筋骨混合在一起 就诞生了碳塑树脂 又轻又硬 是机动力和防御力艰巨的究极素材 清空将大信号进行了全面升级 这都不是汽车了 简直就是个坦克呀 可惜的是 救完科罗姆估计就废了 无法要在实战上 然而这一切都被偷看剧本的司给预料到了 他相信清空能做出蒸汽汽车 所以特地把科罗姆安排在那里 其实空空的地面上到处都是陷阱 科罗姆看到前面的陷阱急得不得了 要是清空真的过来救他 岂不是中计了 于是他决定靠科学的力量独自越狱 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在被抓的时候 他随身携带的东西就都被收缴了 新派来看守科罗姆的人名叫杨 前世是个警察 却将法律施肉无误 抓坏弹的时候对方逃跑 居然一枪把人给崩了 还振振有刺 那种坏东西还用什么法律制裁呀 当场灭掉就完事了 总之是看起来很中二 使得不好对付的人 他在这个没有法律的世界混得如鱼得水 还自以为和斯 冰月以及语经比肩 可以搞个四大天王团体出道 他身为现代人的高傲 让他根本不屑于对科罗姆这种原始人隐瞒 直接当着他的面把计划说了出来 科罗姆就顺势装成傻乎乎的样子 让他们放自己去上厕所 然后偷偷采集了一些东西 有枯萎的芥菜 蒲公英 紫苏 醋浆草和枯树汁 还有一颗小时候怎么找都找不到的四叶草 但这些东西要怎么愿意呀 没想到当天晚上就有人给他扔了个电池出来 结果不仅没把龙门打开 反而把看守吸引了过来 因为看到了地上的枯枝 杨还以为他是钻木取火搞出来的动静 并开始大肆嘲笑科罗姆 科罗姆才不在意呢 当人走之后 回忆起监工教的那些科学知识 用电分解盐水可以得到氢氧化那 黑岛会用它来溶解尸体 那溶解猪门肯定是轻而易举怕 于是科罗姆开始运动收集自己的汗水 将电线插进去进行电解 在倒到连接竹子的麻绳上 居然真的把猪门给拆了 随即拎起一根竹子横扫 进去后冲了出去 又靠撑竿跳跃过那些陷阱 然而他的体力还是不如当过警察的羊 很快被对方追到了悬崖边 好在科罗姆还留了一手 粗浆草和紫苏混合后能变成红色 看起来就像血液一样 它早就含在了嘴里 此时当着羊的面开始狂吐鲜血 活有他说 自己在村子里就染上了肺炎 一直没告诉其他人是怕他们担心 说完后还把血喷到了羊身上 众所周知 肺炎是会传染的 对没有抗生素的斯蒂古人来说 几乎能致命 果然杨丽可吓在六神屋主 科罗姆就趁这个机会 捅向了他的胯下 然后趁机逃跑 根据之前西瓜大人士 回遇到了清空他们的营地 说完自己是怎么逃出来的之后 清空才告诉他 但搞出来的其实不是气氧化纳 而是次氯酸纳 不过原来溶解绳子已经足够了 然后对科罗姆大加称赞 继承了自己科学的同时 还继承了一线 不错真不错 既然科罗姆已经自己逃出来了 那他们就不用放弃大猩猩号了 而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 奇迹洞窟争夺战了 只有占领那个洞窟 斯蒂古就没法增加人数了 清空也能做出更多的科学道具 当然在那之前 他有尽可能的拉拢敌人 在尼娜的斯巴达特训之下 阿幻已经可以完美模仿 莉莉安的声音了 大树和杠也分批次 把人叫过来听歌受骗 纷纷同意配合清空的作战 可这个计划进行的太过顺利 反倒让尼娜产生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果然在又一次剧中听歌的时候 他们被雨精给发现了 雨精轻而易举就识破了阿幻的模仿 但他并没有声张 还特意用英语和他们交谈 清空也听出了 这人似乎并不是敌人 甚至给科罗姆扔电池的 或许就是他 雨精承认了 表示他只是想看看 清空能做到什么程度 毕竟他可就知道 刚一直在进行的机密任务 刚在斯蒂古的工作上缝衣服 大家都以为他需要一整碗来缝制 直到雨精有一次 小伙就能把所有衣服都缝好 剩下的时间 全都是在拼那些被斯打去的尸块 他还忍不住被对方的疯狂震惊到了 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下 依旧是使用科学的力量 拯救全世界的人 雨精可以提出帮清空他们 只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一个人都不能死 其实雨精一直都是一个 善良的理想主义者 被斯复活之后 第一次将他破坏实相的行为 心中除了愤怒就是无力 他也不敢 也无法阻止斯 只能用反正杀人的是实相 而不是人这种理由欺骗自己 在斯蒂果让他感到痛苦 直到发现了杠的行为 心中才燃起了希望 他只是不希望任何一个人 站在自己的眼前死去而已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 这原本就应该是身为人类最后的底线 天空一听了这个要求 直接就同意了 反正他们原本的目的就是无血开诚 这样雨精也加入了天空的阵营 他们又夺了一位得力干将 但他提醒天空一定要小心冰月 这个人对斯也并不忠诚 他才是妄想掀起革命的人 而且比斯更加不把人命当回事 斯只是破坏实相 他连自己人都能下手 天空他们的筹码越来越多了 打新信号也成功升级成了战车 充当火药的是皮质的爆破片 一种膨胀的一定程度就会暴力的装置 虽然只能轰一炮 但是看到这一炮的现代人 肯定会丧失战役的 因为他们只要射出这一炮 几十秒内全军出击 占领奇迹洞窟 为此还需要大树的力量 所以大树也回到了他们身边 而天空之末那里斯也发现了 埋藏的地下的通讯设备 可惜已经晚了 天空开炮了 射出去的是灌满硫酸的玻璃瓶 在炮弹命中的同时破裂开后 里面的石炭粉末和酒精的混合燃料 会跟硫酸混在一起 然后引发视觉效果上的好莱坞大爆炸 在爆炸产生了20秒内 他们必须占领洞窟 战车所向提名 所有色人提前挖号的陷阱 全都被强行拈压了过去 琥珀金郎他们这些战事则迅速突击 因为不能杀害任何一个人 丢大树拿着炭素盾牌开路 其他人也以破坏武器为主 让他们丧失战斗能力 再丢出被村长带领的村里人制服 但战车还是没能坚持跑到洞窟就倒了下去 接下来轮到玛姑玛大战身手 科学虎人道具音爆弹出击 正中音爆的敌人立刻晕倒一大片 提前三叉二三的湖泊他们则趁势追击 想去报信的人也都被雨晶和妮娜他们拦了下来 最后在大树引来最后一波敌人 被音爆震晕过去之后 他们成功在二十秒内无伤占领了奇迹洞窟 这一段时间的经历还历历在目 真是让人忍不住感慨 当然这还没完呢 接下来还要赶紧制作火药 清空掏出了提前准备好的材料 只要往里面加入硝酸就能立刻制成 然而下一秒 雨晶就听到了快到极致的脚步声 十四颗冰月来了 刚想提醒可是已经来不及 只能自己扑上去替天空挡了一击 天空手中的罐子也随之掉落摔碎了 两个人一出场就带来了绝望 不管哪一个他们都打不过眼 没有火药也失去了谨慎的希望 连阿怀模仿莉莉安的事情都暴露了 还像一年前那次一样 斯提出了条件 只需要牺牲清空一个人 就能放过剩下的所有人 可惜清空的伙伴们是不会同意了 他们一起朝那两个人冲了上去 说好的一个人都不能死 那就一个人都不能死 而清空则在大家的掩护之下 扑下了那奇迹洞窟的那杯硝酸 总之先拿低管取一些再说 可怜和焕老师则在清空的指挥下 搜紧那些粪便倒入容器中 只要能吸出白色的尿素 再和硝酸混合就能弄出硝酸尿素了 当然这仅限于运气好的前提下 很明显千空的运气差到爆啊 科罗魔却没有和他们在一起 他刚刚余光扫到了什么东西 直觉告诉他 不得了的科学王牌肯定藏在这个战场 于是在所有人忙着战斗的时候 他也忙起了老本行 收集素材 说是战斗 这一上根本就是丝和冰玉的碾压 地上已经横气数把躺了一地人 湖泊估计也撑不了多久了 洞窟里的清空也彻底潜离剧情 如果有硫酸就好了 可以把硫酸和硝酸混合在一起 制成混酸 可是现在从哪搞硫酸呢 外面没想到 下一秒科罗魔就带着硫酸回来了 是他们一开始塞弱战车炮的那瓶 里面还剩了一些 但足够了 接下来清空做出了最危险的东西 消化甘油 关键在于如何把它弄到那边去 外面司已经冲过来了 幸好大叔拿着盾牌一直坚守洞口 这时所有人都看了一只纸飞机 晃晃又在天上飞 飞机头上涂着的正是消化甘油 在飞得足够远之后 纸飞机撞上了树瞬间爆炸 让所有人都见识到了科学的力量 而清空阿幻手里 还有大把那样的纸飞机 就连雨精也强劲地站了起来 有它那高超的剑术 只要把硝酸甘油也拖到剑上 岂不认射哪儿炸哪儿 斯蒂古的人立刻纷纷投降 只有冰月露出了癫狂的笑容 只可惜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 很快钱 清空也知道 他都是为了那个妹妹 他问斯 你妹妹还没死对吧 事实也确实如此 斯一直把妹妹的实相保存得好好的 他曾经被诊断为脑死亡 医生断定 无论过多久都不会有苏醒的几率 但斯一直没有放弃 为此不断地训练自己 在地下打黑拳 断链成灵长类最强高中身后 也不得不继续赚钱的妹妹治疗 于是清空给了他一个希望 告诉他 他的妹妹或许还有救 因为石化复活时 会产生一股对周围的修复力 不过很可惜 复活业现在掌握在他们手中哦 清空提出了交易 王斯复活妹妹 让这场战役结束 最后还是斯决定补一把 因为这个条件 对他来说太具有诱惑力了 就这样 科学王国和斯帝国合并 大家一起凯旋而归 首先就是 把斯的妹妹未来给挖出来 为此还动用了炸药 终于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清空将复活业倒了下去 外面层时刻开始渐渐碎裂 果然想修复清空的神经那样 未来的大脑也被修复了 时刻一岁就伸出手 跌跌撞撞地朝哥哥走去 看到周围陌生的一切 忍不住问这个 虽然长大了 屈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哥哥 自己究竟睡了几天 斯本来想睡六年的 转着一想 那可不是六年 而是三千多年啊 不管怎么样 兄母俩能再次团聚就是好的 然而只有他这时 科学姆发现了不对劲 炸药的数量少了一些 鱼精也警觉起来 能不被自己发现而偷走东西的 只有一个人 小燕 小燕是被当初放走科勒姆 担心被斯惩罚而逃得 养给阴差阳错放出来的 与此同时 奇迹总工那里传来了 剧烈的爆炸声 不用说肯定是小燕干的 而以他的境格 不会无缘无故在这种事 只能是有人给他下命令 唯一能使唤小燕的 只有那个男人 冰月 清空瞬间将弯弯绕绕 想明白了 立刻跑去死那边 此时的斯青也动静 准备过去看 毫无防备地将后背 暴露过了冰月 等清空冲上 让他小心的时候 已经晚了 冰月的管枪 灌穿了他的胸膛 斯也无力地摔落悬崖 清空立刻拉住他 却冰月给打了下去 两个人双双掉了下去 当然下面是河 掉下去也不会有大事 很快冰月就找到了 清空和昏迷的斯 他并不想杀了 这个科学小天才 而是想拉拢他 冰月的理念是 优神劣汰 反正地球已经供养不了 七十亿人了 不如就只让优秀的人 活下去 现在斯已经废了 他就是地表最强 和清空联手 一定能统治世界 可惜清空对他们的 那些乱七八糟的 中二讲法完全不感兴趣 面对威胁毫不妥协 关键时刻 斯也苏醒了过来 两个人联手 用科学和力量 战胜了冰月 在击到斯之后 冰月被清空 垫了个外交里难 而一天之间 还湿如水火的 清空和斯 两人积了一个 象征胜利的仗 虽然两个人 都已经没有力气 爬起来了 最后 琥珀他们也赶了过来 揪下两人之后 把冰月和琥珀关了起来 科学王国 终于可以 心无旁备地 继续发展了 斯帝国的人群龙无首 也只能加入 清空的阵营 只是斯现在的 情况非常不好 本来就受到了致命伤 还和冰月打了那么久 但在晕倒之前 他把自己 所有被打碎的 实相位置都说了出来 每一个他都记得 清清楚楚 因为打碎那些 实相的时候 他心里也是不好受的 斯已经撑不了多久了 凭现在的科学 清空无法拯救他 既然如此 那就让他再次实话 魏斯还把擅长 手艺的杠叫来缝伤口 不过现在的清空 也不知道实话的方法 魏斯只能暂时 把斯冰冻起来 等自己找到办法 再把他解冻 听了动人热烈地讨论 斯也忍不住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他毫不怀疑清空的话 最后只剩清空留在这里 一直和斯说一些 没有营养的话题 就像两个正常的好朋友 经常会做的那种事 然而说着说着 斯就再也没有了声音 彻底晕了过去 最后清空把斯冻好 放入石棺中 然后回到了大家的身边 接下来 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而根据清空附近 留下来的线索 第一步就是横跨大洋 到地球的另一边